台湾体育用品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杨维超 佐三映住中山国中棒球队 同中山国中提供分享 刚在9月打下金龙杯全国青少棒精英赛冠军的台中市中山国中棒球队 靠着球队的招牌坚持一致旅客强敌 在2014-2015年连续两年打下 LLB世界少棒联盟世界赐青少棒锦标赛 Junia League Baseball World Series冠军 不到600人的学校却造就出台湾青少棒奇迹 这群小朋友的精神意志也感动了台湾体育用品企业家 在台湾体育用品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杨维超号召下 共同捐出超过市价百万元的棒球用品 一驻让该校近80名球员非常振奋 中山国中棒球队成立于民国77年 陈军已经近40年校友许多是职棒好手 包括曾经效力于日本职棒板神虎队后 加盟中信兄弟队的林薇柱和台湾铁补高志刚 许申杰和林又颖林昆生等名将 两年前来到中山国中都被球员叫做妈妈的校长林慧娟表示 球队曾因战机不佳一度面临结的危机 但在前职棒球员同样来自中山国中棒球队的总教练 蓝文全勇士队柯良宗 成泰Cobras队等人重新整顿 开始带起中山国中棒球另一个鼎盛时级总教练 蓝文全说 我带队的重点就是言行举止比成绩更重要 打球不能打一辈子 但我们希望球员透过打球学习到做人处事的态度 企业家一驻中山国中棒球队 托中山国中提供分享 林慧娟也说中山棒球队可以失败 但不能被打败 坚持不懈是球队的目标 唯有坚持才能在创家机 唯有坚持才能发光发亮 唯有坚持未来才有成功的可能 球队也贯彻这个精神 今年初就在巨人杯国际青少棒锦标赛 与台南市聪明国中延长到第九局后 以14点13分锋王 对一所全校人数不到600人的中心国中而言 要养一只多打 近80人的棒球队经费 对学校是相当大的负担 所以校长努力四处向企业寻求资源 透过金发职引荐下获得拥有全台360家厂商的台湾体育用品工业同业工会 包括理事长杨维超等理监视的支持 集资了市值超过百万元的棒球用品赞助中山国中 理事长也是空梯董事长杨维超更在现场宣布 希望这次赞助不会是一次就结束 未来将与学校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每年由球队提供出需求 由工会中有两的台湾运动厂商一起提供台湾优质的棒球用品 给球员使用善进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精神 同时也可以达到推广台湾油脂运动用品的目的 企业家一驻中山国中棒球队 同中山国中提供分享